赵丽颖抬露后被猙獰救伤告诉你她经历了什么? 西牛季女儿国还未上映时票房期望很高,从我们的观影活动就能看出来哦,大家都特别期待,然而正式上映后,却被吐槽不好看 评分降低,排片率下跌,网友抱怨没有悟空打妖怪,唐僧和女儿国国王的爱情又显得很空洞,讲些大道理,没有铺垫,很尬 因为连续几部主演电影的票房都不佳,赵丽颖被封信票房毒药,对于网友的质疑,赵丽颖则回应取经之路,劫难不同 出身平凡,学历不高,选秀出来,一路打酱油到如今,她经历了哪些劫难? 之前,电影西游记女儿国首映李红毯 赵丽颖身柱嫩粉色吊带裙拿秀性感美杯,陆背部就伤立即招来粉丝一片怜惜 当然也有人讽她心机多,有伤就遮一下啦,为什么非要路,这竞抢的真是又低调又高调 师姐看来,作为一个女心没有心机是不够敬业的 在2016年,她以一席路杯礼服量响吸引了媒体的镜头,不少粉丝评论她背部的紫色花朵纹身显得有点突兀 其实她这个花朵纹身贴纸只为遮掩腰伤 据悉,赵丽颖在拍摄《陆真传奇》时腰部受伤,导致背部有块骨头突出 之前还有一次膝盖受伤 应该是在参加72层7楼录制时不幸跌倒造成的 据说膝盖磕破流血的银帽只是简单的用冲系消毒过后立马投入了接下来的拍摄 整个处理过程不过几分钟,丝毫没有耽误拍摄的进度 不得不说赵丽颖确实是吃苦耐劳 说起来这次受伤也是值得的,陆真传奇让她窜红起来 她认为陆真传奇证明了袁连也是可以演主角的 她不用再演压患 明星光鲜尽力的背后有助不为人知的辛苦 她曾说,我来自农村,农村的生活经历磨练了我的坚韧的毅力,锻炼了我不怕吃苦的性格 正是这些经历成就了我的今天 她一个没有背景的河北农村女孩能够一步步走到如今的地位,确实不易 赵丽颖 赵丽颖1987年10月16日生于河北廊坊 父母如今都是个体 父亲原是百货商店售货员 他还毫不隐晦地透露,他们小时候都是农民 赵丽颖 赵丽颖星 坐,偏称坐,雪 行,A,身 高 165,165cm,毕业院校,狼芳市电子信息工程学校 2006年在雅虎搜星,三大导演选秀中,19岁的赵丽颖以冯小刚组冠军的身份高调进入娱乐圈 赵丽颖随即出演冯小刚直达的广 告,并被华裔兄弟招致麾下 拍完广 告,赵丽颖在北京秘密接受表演培训 然而赵丽颖并不属于一炮而红的明星,有著漫长的大酱油生涯 南远王的导演专门为他量身定做了剧中南一号吕莲伟的小皇后一角,剧中其他合作的演员还有唐国强,王刚等 赵丽颖还加盟了郑小龙导演的金婚,演张国立和蒋文立的三女儿多多,虽戏分不多,但刚一出道就与大导演大明星配戏 对于一个新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很高的起点 加西如梦里照丽颖饰演安安,是个小太妹 该剧主角是陈乔恩,冯找风,看来他与冯找风也算是老朋友了 《心欲观音》由高云祥,饶敏里等主演 赵丽颖在里面饰演阿景,扎起麻花变的样子乖巧清纯 到了2011年,赵丽颖就演了大家熟知的《新环诸葛格里的寝儿》 据悉,赵丽颖过五观展六江,最终由琼瑶女士钦点 这剧被骂得挺惨,只有里边的琴瑶被网友表扬,是长得最好看的一个了 有网友爆料称,高紫琪和赵丽颖2010年演剧中情侣消贱和秦儿时,两人假戏真做甜蜜相恋 不过可惜的是这段恋情维持到2012年,一分手告终 现在高紫琪已经结婚生子,过得不错 2012年大热的宫廷剧公所珠莲,很红了杨幂,里面也有赵丽颖,还有陈晓 后来两人在许前缘,陆珍传奇赵丽颖演霸戏外露的女官,与陈晓所组成的情侣搭档也称当时最热门的迎评情侣党 2013年5月记者在首都机场撞见赵丽颖,陈晓共同回京,一路上有说有笑,举止亲密 他们现实生活中会不会在一起?陈晓坦言,自己确实很喜欢赵丽颖,会被他吸引 但两人都是比较强势的性格,如果真在一起了,估计会出现火星撞地球的局面 2013年两人在快乐大转营时陈晓更是现场表白,两人上演接吻好戏 但无论快乐家族怎么起哄,陈晓都此口不提和赵丽颖的绯闻恋情,倒是偷偷为对方播小龙虾 当时在谈导于正将要拍《新神雕侠律》时,陈晓更是力挺赵丽颖出演小龙女 但后来我们都知道了,陈晓也演了《新神雕侠律》,而且更有传当时出演小龙女的人选是陈晓决定的 是陈晓直接推荐陈晓出演小龙女一角 据知情人士透露,因为赵丽颖性格强势,陈晓爱泡妞等原因,俩人已在14年9月正式分手 2016年,陈晓取了同样的包子脸陈晓,还生了了大胖儿子,过得不错 说到这,师姐想起有人说赵丽颖特别旺夫,合作过的CP当男星不但走红,而且很快结婚生子 各个人生赢家,比如除了以上的两位,还有霍建华结婚喜得千金,林更新也有女友了 银瓶CP搭档各个都结婚了,恋爱了,自己还是单身,也真是扎心了 和拍戏受伤,走红毯挨动,单身没人疼比起来 阵容,前规则,没文化,没素质,出身低,吐气 这些负面消息和黑料可能会更让人难以忍受 这些对女明星来说简直是通用套餐 鼓励娜扎就因为网友的恶语相向而痛哭不止 当时赵丽颖却笑着说自己被黑的经历开导她 说起来她的故事也是一个励志故事 没有无缘无故的逆袭,不要再抱怨了,撸起袖子加油干吧